字幕《H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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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的话你们会去哪里 当然 預算也是一个问题啦 我目前还有一个地方是 我很想去 但是还没有机会去 不单 不单 我还没有去 为什么会想到要去那边 那边是 很多人去 所以你不可以闹鬼 你不要跟着去 是很快乐的一个国家 没有勒 其实我听说feedback还好 我听说你超贵 还好 其实我是要去看他 因为他五点就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就要去睡觉了 很好 我在新加坡很少时间 很少 很少12点就能够上床睡觉 真的真的我也是这样 体验啊 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对 我爱玩游戏 跟shopping不一样 我不喜欢去Banggog 是shopping shopping 吃东西 买东西 吃东西 买东西 吃东西 我不喜欢吃东西 但是呢 我喜欢adventure 不吃东西 整天不吃东西 adventure就可以 我 我去你是去就 那你去当兵就好啊 让他出国 你去当兵 那你当兵就这么吃了 我爱 adventure 不要听别人讲 那你最想去的 最想去的是日本 我 呃 心目中只有三个地方 三个东西要做 我要去日本 我要吃 呃 日本的寿司 还有 我要冻雪 冻雪 冻雪 touch snow 感受那个雪 冻雪 感受一下那个雪 感受那个雪 ok ok 我想去夏威夷 Aloha Aloha 夏威夷好像很少会听到人家说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因为去年去了那个马尔代夫 然后觉得 哇 懒洋一洋 然后雨 然后在游泳的时候 你在试试的时候 你 我看得到鲨鱼 小鲨鱼啦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this is life 干嘛那么辛苦咧 就不用做工啦 只有一个礼拜不要做 因为真的 魔界做的是应该比较喜欢享乐 然后当然工作的时候很努力 非常工作狂 所以要休息的时候就应该要赶赶地休息 好 我想去北海道 冬天的时候 因为我喜欢那个 什么滑雪 滑雪 对 我去过一次非常棒 是去过一次还是 因为好动 好动 对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喜欢日本 他也是很喜欢日本 也是你最想去的 他只是喜欢日本的妹妹而已 你好 你可能想要去哪里 想去你的心里 好 当然假训 这个这个 他现在很久了 他在终于问他而已 他还故意叫我Q他 他要这样 他故意他就这样了 真的我跟你说 没有 马里有这样的 自己讲完就连红 他有BakTist啊我跟你说 你不要怕 你以后是前超音的女生 对呀 他叫你 姐姐带你去 你找对了又有钱又漂亮 你这样你想去哪里我就跟你去 哦呦 现在是乖乖的 你们现在是干嘛 借着我们的节目 节目来打情骂俏 这样 下一位 想要去埃及 从来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因为我要看金字塔 但是后来听说很危险 那边就一直没有机会去 不过埃及很美真的 是因为马大夫去过很多次了 然后海啊 Mountain New Zealand 然后Dokio什么 你喜欢的那些寿司什么的 OK都去过了 在沙漠的地方还没去过 对 诶 要说到旅游经验最多的 应该是你吧 对 走遍全世界了 其实我宁愿不要出国 没有 你像我双鱼座嘛 在某个程度上玩惯了 走过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 诶 是时候改变一下 去尝试别的东西 我自己是这样讲的 所以你叫我做宅男我OK的 嗯 蛤 真的真的 我反倒觉得 诶 去过看过就够了 够了 就好像以前 以前一样的 我一直想要去埃及 去看金字塔 然后我踩进埃及看到他金字塔之后就OK了 就完了 你就觉得诶 OK了 一个滴了 是不是 是不是像女子人这样的 我去女子人的时候 我刚到了20分钟 我就哇 哇 就好了 20分钟完了之后 诶 原来这样 某个程度是吗 我一整天都是这样的 一直都是这样 我要去泰国 我给跳过不用讲 不要这样 先平常我心里 OK 我知道了 天仙要去哪 美国吧 美国 因为我觉得像东南亚的国家 我们都常去了 英文好吗 OK 没有 OK啊 OK啊 No problem It's OK OK 射手 其实只要跟 新加坡的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我都想去 这些explore 就是要认识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印度 双鱼你管这么多干嘛 你是在家就好 我跟他不一样 我不是要待在家里 他走完全世界 我还没走完 他走一半而已 旁边那位 双子 我会比较想去首尔 首尔 我刚从首尔回来 真的还不错 OK 可以去买很多化妆品 金牛 我喜欢去澳洲 澳洲 去澳洲 也是我想要去的 Titi 英国吧 因为英国那里比较多这种 比较多吃的 地理的东西 她是澳洲 你们不要欺负她 你知道吗 这很好吃的 澳洲澳洲 他海边这些 山上这些都比较不一样吧 我觉得 他可能要去那边做城堡的王子 你知道吗 妈咪听到了 因为古城堡就会很游泳 妈咪在买了 另外一种旅游方式 现在很盛行的 就是上邮轮 好方便 对 有谁上过邮轮的 也就是还有人朋友 在这些邮轮上面 其实活动很多 你们知不知道 我的朋友 那时候本来要去泰国 他就说不要去邮轮 因为他说五天四夜 我们就哪里都不去 但是又哪里都去 因为邮轮大多数 他会去三四个地方 然后是在包扎情城上面 你要下也好 不下 你就可以带在船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 譬如说是比较 Less effort的一个旅游 你真的出国又出海 然后你在上面有很多节目 然后手仰留给你知道吗 对啊 赚个外快 赚个外快 对 对 有些人朋友就说 去邮轮很闷 没有东西做 那是因为你没有跟那个节目表 你要真的去消化那个节目表 才知道人家有什么 真的会去Holiday 我怎么感觉我没有去过邮轮这样 我去了邮轮干嘛 我去过邮轮 睡觉 邮轮轮就是人家 就是去第一睡觉 第二就是他的节目 因为你可能觉得四天三夜看样 到时候不是 他可能今天是魔术秀 明天是溜冰 然后在歌唱 他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节目 所以那种不想要去Shopping 很像走到累的 你就去那边睡觉 睡到自然醒 你去看那些吃个饭 然后就是这样 三四天很快就过 然后你就觉得 很像Recharge 这样子 而且有时候他会去两个点 就好像你提到 他会靠按一个地方 再来去另外一个地方 对我而言 去邮轮最好的一点 其实就是 你不用拿着行李 拖着行李 要不然变成你一换酒店 你去另外一个地点的话 你要拉着行李 那个是超累的一回事 有没有什么人是你们不希望 跟他们出去出国的 那我出的很会这样 跟老板出国 干嘛 我给他说去马尔他在解决 我也超喜欢的 老板一直照顾我 干嘛你要借我来说啊 你自己讲 自己自己也算 你刚才讲话你就给他 我们老板还好 老板他每次会给我们多一两天 那如果是那种纯纯去那边 只是工作而已 马上工作完就回来就 那就等于工作啦 那也不算是 那就很惨 那个感觉很不好 很不舒服 所以如果给你们一个选择啦 家人还有朋友 你们希望跟谁出国 哎呦 那是因为你没有家人 现在没有从事业 还没有结婚生子 那是被逼啦 没办法吧还是先干准的 我觉得还好 还好还好 可以 因为我会觉得 至少有一些时间是留给家人的 除了工作之外嘛 然后而且是在一个旅游的 旅途的当中 等你孩子再大一点你看哦 你在走的时候老婆叫你抱 诶换尿片换什么 你看你那时候是不是在这样讲 很疼痛欸 可能再等他大一点啊 18岁 到他18岁他也不跟爸爸去了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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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慢慢的 诶 就是 observe一下 OK 是 那当然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当然星座呢 也会带出一点个性啦 所以呢 可能你跟不管 哪一些朋友啊 家人出国的时候 可能可以 好好的去参考一下啦 不同星座 千万不要害了自己 他整个旅程很不开心这样 对啦 就是give and take啦 对 选择出国的伴侣 对 选择出国的伴侣 然后就是 你让我一点 让你一点 大家呢要开心出国旅游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这里有一个好介绍给大家 那就是贵宾旅运呢 还有新梦游轮携手 举办了这一项 记忆达人秀之旅 云顶梦幻号 将会在年终假期 6月16号出发 四天三夜 槟城普吉岛的海上游 在里头呢 会跟我们新加坡首位获得 国际记忆大师称号的 周伟龙先生 同游的这项特别节目 他也会在游轮上为大家呈现 记忆达人秀的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